在山腳下的公園玩 會一直聞到那個臭味 所以就是每個禮拜 差不多會有一天 或者是兩個禮拜會有一天 會聞到那個味道 問起大人的時候大人會說 牠們知道山上有個地方在燒狗 我們用十二個章節去講 動物從抓進去一直到 不管牠是被領養或是安樂死的 這中間的歷程 安樂死只是其中的一天 就是在第九頁 我只能為你打一個三角形的醫生 還有幫牠們做安樂死的人 十二頁在2013年這部紀錄片 它其實比較像是用劇情片的方式 在跟觀眾溝通 所以你進去看的時候 我們特意地用一個非常低的角度 它是要讓你等同坐肩 你就像是一起被抓進去的 這隻狗一樣 你跟牠們一起度過的這十二天 你感受看看牠們所遭受的如何 十二頁可能也是一個 類似寫色海灣這樣的紀錄片 它開啟了一些人的開關 你以前可能只是喜歡狗 想養狗 但是我希望十二頁 它可以讓你理解自己的責任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喜欢猫 喜欢狗 我想你会很喜欢他 也会很尊敬他 他就是2013年那部纪录片《十二夜》的导演 Ray Ray 欢迎 光源你好 各位观众晚安 2013年很多人看了《十二夜》 其实很多人是吓到了 因为不知道台湾的像这样子的一些接狗 接猫 尤其是狗 他们是碰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命运 要不是你这部片子把它讲出来 当初你是怎么样子把这个片子给拍出来的 就是这部片其实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台湾的政府长久以来 其实是用这样捕捉撲杀 把它放到收容所里面 过了一段期限就会把它撲杀掉的这个方式 我在国中的时候 我家就住在五星街防疫所的山下 那时候防疫所还有焚化炉还在运作 他们抓到狗杀掉之后会焚烧 焚烧 所以我们在那个山脚下的公园玩 会一直闻到那个臭味 所以就是每个礼拜差不多会有一天 或者是两个礼拜会有一天 会闻到那个味道 那问起大人的时候大人会说 他们知道山上有一个地方在烧狗 所以到了我国中的时候 学校有很多的流浪狗 那个时候我的学校在信义区国中 在信义区信义国中 那时候刚被规划为就是信义区计划区 所以很大一部片还是草皮 那草皮开始慢慢要盖房子 对不对 就会有非常经典的一种狗 叫做工地犬出现 那些工地犬就是工人来了之后 会喂很多便当给他来帮忙雇工地 可是这些工人盖完房子离开之后 这些狗就被留在原地了 那这些狗就跑到学校里面来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狗被抓走 于是在当时就 有一次看到一只狗被抓走的过程 非常的残忍 我跟朋友就说 我们去山上看看 他被抓去哪里好吗 就第一次去了收容所 所以这个小时候的记忆一直留着 到后来重新遇到这 长大之后遇到这个同学 决定说 他后来变成一个爱惜妈妈 一直在帮助流浪狗 跟我分享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就想说 那以我自己的能力 我是一个剪接师 我是一个做影片的人 我的能力可能也是 做一部影片 去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因此就开始做天野调查 后来遇到九把刀 很顺利的 他愿意出自己的钱 来做这部电影 然后就这样在2013上映 平常小时候都喜欢狗 可是真的没有想到 台湾街上的这个狗 到最后它的命运是这样子 那2013年你拍了12页 我知道其实你现在正在募资 因为你要拍续集 2013年 它的12页 哪一些东西你觉得 没有完成 所以你必须要做 现在要准备做的事情 2013年其实我们 我在做这个影片之前 我找了很多 在当时 许多人已经做过 关于流浪动物议题的 一些影片 那不管是新闻也好 或者是一些 小型的纪录片 它关注的焦点 通常会比较在爱心妈妈如何 喂养他们 或是收容他们 帮助他们 社会非常氛围 很冷漠 然后收容所有一大堆的 主人带狗来丢这样子 那我就发现 其实你知道吗 爱心妈妈喂狗 救狗 对一些觉得流浪狗问题 跟它无关的人来说 它会觉得那是对方想做的事情 这跟我无关 或者是说 我只希望我家的周边生活 是干净的 是没有吵杂的流浪狗的 或是没有肮脏的流浪狗的 我只希望好好过我的生活 就是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在当时 其实下了一个 算是猛药吧 就是你会发现 我们在当时用了 很特殊的一个角度 就是这部纪录片 是二页在2013年 这部纪录片 它其实比较像是 用剧情片的方式 在跟观众沟通 所以你进去看的时候 我们特意地用一个非常低的角度 它是要让你等同坐肩 你就像是一起被抓进去的 这只狗一样 你跟它们一起度过的这12天 你感受看看 它们所遭受的如何 我觉得它最大一个 跟过去以往 在做跟纪录片 跟流浪狗相关的影片 最大的不同是说 它是用同理心的方式 就希望你去理解 它们所遭受的事情 那这时候 我相信不管是 喜欢动物 或是不喜欢动物的人 其实我相信 在里面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难以忍受 对 就算你不喜欢动物 你也不会想要这样对待它们 对 所以我觉得它成功地 吸引到了很多 原本不关心这个议题的人的注意力 然后它的确是有效的 在社会上才会产生 这么大的讨论跟回想 这是第2013年我们做的事情 那很明显你可以感觉到 它在跟你的感性沟通 对 它在跟你的感性沟通说 你进去之后 你发现它这一系列的历程 是多么地痛苦和不堪 然后我觉得 这个方式在当时 再加上九宝刀 它下了非常大的 它为了要宣传这部片 让大家愿意走进戏院看这一部 你光看推了 大家就哭着说不敢看的片子 所以它就说 你们进去戏院看的票房 每一分钱 都不会到我口袋里面 就是扣掉戏院拆账之后 剩下的钱 我们全部捐给动物保护团体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大家一起来参与一个行动的概念 那我觉得 这个方式让很多人会觉得说 OK 那我愿意一起来 来试试看 来看这个故事 把它看进去我觉得是它最大的功能 可以让它最有效益的一件事情 它对社会上的确产生很大层面的 一些反省和讨论 包括我们应该怎么养狗 我们养狗到底哪一些事情 没有做好 大家有讨论 可是在政府方面 政府它做的比较大的一个改变 政策的改变应该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是在2015年的那一次修法里面 有动物保团体去游说立法委员说 我们希望通过灵扑杀的法案 那这个灵扑杀的法案让我非常的焦虑 这几个是为什么 其实从当时我就开始在想 是不是我纪录片有什么东西没有说好 没有说清楚 使得 大家会这么单纯的觉得 我把一个灵扑杀三个字放进 或者是说我把这个十二天拿掉就没事了 我这部记录 2013这部纪录片 我们用十二个章节跟光源有看过 你应该知道 我们用十二个章节去讲 动物从抓进去一直到 不管它是被领养或是安乐死的 这中间的历程 安乐死只是其中的一天 就是在第九页 我只能为你打一个三角形医生 还有帮他们做安乐死的人 它前面到后面 我们讲了非常多的事情 像是第一页就跟你讲 每一只进去的狗都没有晶片 然后它身上大部分是有项圈的 也就是说这些狗跟人的关系 其实非常密切 它可能曾经是有主人的 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里 才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件事情 那当这个安乐死被拿掉的时候 其实它很可能意味着 这里面发生的事情会被改善 但是这个真正的问题 这些狗为什么会来到这边 其实它只是被留在外面了 政府就不再把它捕捉进来 在2018年的这部纪录片 就是十二页二回到第零天 我们现在正在筹备的这部片 其实是在这一次我们 试着想要用论述的方式来跟你讨论 收容所里面的这些故事 为什么会发生 它跟人养狗的方式有什么关系 那这一次这种论述的方式 我觉得它放在2013年 它不会成功 因为在当时大家对这个议题 是非常冷感 他觉得这不干我的事情 可是经过了2013年的纪录片 还有2014年那一波公民参与的 这波浪潮 以前2015年 2016年 2017年 现在到2018年 我觉得民众是有能力 去接受这种论述的方式 去讨论一个议题的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是 准备用这样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资讯 然后我们会试图的 去简化这个问题 复杂的程度 但是我们会希望 可以很全面的跟你探讨 这整个问题的结构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2013年 12月基本上是建立在一个 像是不忍 这样子一个概念上面 对不对 比较感情 对 你们拍了这些镜头 有些宠物 它最后的命运是这样子 从来也没有人去理会 好 不忍这个事情 让很多人觉得好 我们以后要来读处政府 做一些事情 那12月那时候 我们是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领养不弃养 对 我们希望大家 可以尽量用领养的方式 不是去买的方式 尽量看一看 树龙所还有很多的狗狗 它们一样也很好 这样的概念 你们的伙伴 基本上都是喜欢动物 基本上一定是关心的 那这有没有找公权力单位 例如说像立法的机构 一起来思考这样子的剧本 台湾现在其实动物保护法 已经发展的 怎么讲呢 它是 其实是从瑞典的 动物保护法去参考 然后制作了台湾的 动物保护法 中间也经过了 非常多次的修改 好像是十次上下吧 那它这个法 其实是越修越严格的 可是后来 其实到现在你会发现 不管是晶片 还是要帮狗狗结扎 你要好好的管理它 不可以让它乱跑 剑走失 这些东西在动物保护法里面 都有规范 可是为什么它跟我们的民情 落差这么大 我相信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 我们的动物保护法 并没有被重视 好好的宣导 宣导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包括像最近的一次修法 我们已经规定 你家里面的狗狗猫咪 不可以任意地繁殖 如果说你要帮它繁殖的话 你其实是 其实你是 四组是有义务 去帮狗狗猫咪结扎的 已经避免它生下那些 你无法负担的小狗 再丢给生活用所 或是丢到街上 但是这一个法令 它好像是 最高是可以罚五万块的 但是它并没有被好好的宣导 就是罚的这个金额 我不是很确定 但是我相信这一条法 我觉得它并没有被好好的 宣导的情况下 其实动物保护鸡茶园 会很难去开这张罚单 因为这对民众来说 其实也不是很公平 它养狗一直以来这样子 你忽然这个罚修了 然后就要直接罚我 这个其实 不管是民众无法接受 动物鸡茶园 其实也很难开出去 第二件事情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 最近的一次调查 2017年的调查 台湾有177万只的家犬 这个家犬不见得养在家里 它有可能是 这只狗是我养的 但是它住在我家门口 啪啪噪这样 但是这样子 全台湾有177万只的家犬 可是我们的动物保护鸡茶园 也就是去劝导和开罚单的人 你从全台湾的动保机关 各地方政府动保机关 把担任这个职位的人拎出来 我相信大概在100个人上下 这么少 对 再来一件事 你如果说要罚一个人 没有戴安全帽 你只要站在路口就可以了 它会一直经过你 可是你要去罚一个四族 没有帮狗狗打晶片 没有帮狗狗劫渣 找不到 你找不到 你不知道它在哪里 所以在国外 我们要建立四族责任 教你你养狗要有什么责任 它是在狗取得的那一刻 赋予它这个知识 还有这个义务 就是你如果不遵守 我狗是不会让你任养的 但是现在在台湾 是一个狗的取得到处都是 朋友送 朋友加繁殖 路边捡道 领养 或者是救援 到处都是狗的情况之下 任何一个人取得一只狗 开始养它 一直到它把这只狗养不见 弄不丢 或者是它生出更多狗 把它丢到街上 这中间 有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地点人物 去告诉它 什么叫动物保护法 养狗的责任是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这条线上 是没有的 就包括在兽医院里面 我们现在四祖跟兽医师 在兽医院里面 其实都不受动物保护法所规范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 不管是强制性 或是一个教育宣导的机制 这条线上是没有的 所以在基督片里面 我们会从这样各个层面里面 去跟你讨论说 我们要去怎么样在这条线上 找出一个一个的机制 那些东西在哪里 像你们是民间人士 对不对 你们只是有意识 就是说有些事情 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权力单位 它没有去做 可是这些事情其实 都应该在一般的 比如说教育的课程里面 我觉得这应该是跟中央比较相关 我觉得如果他们有在做我刚刚讲的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我也不用来拍这部纪录片 这我相信 对 那我希望说这部纪录片 我们会讨论到源头的问题 台湾的现状 以及还有就是 你刚刚讲到的教育 现在台湾的教育到底 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把 动物保护的观念放进去 我觉得不用到动物保护 只要是 基本上只要一个就是 你养狗应该要有什么责任 我们把它放进去 它这个影响就会非常大 政府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民意的支持 其实他也很难推动 那我希望纪录片 他其实就是跟 一般的观众 一般民众沟通 当民众慢慢有这些观念 然后他也认同的时候 我相信政府在 后续的推动和施政 可以更走在一个 有效率和正确的路上 然后也是得到支持的 对 所以你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做游说 你们在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把自己花生会游说团 我们游说民众 对 我们游说一般观众 可是你自己会不会觉得 家里这些年来 跟比如说狗这件事情 有这么多的关心 关注 你会不会觉得台湾的都市 或者说甚至说城镇 乡下 像这种因为环境不一样 你会不会觉得说 养狗这件事情 它应该是有差别待遇的 没错 动物拳到底是什么 要讲到动物拳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困难 是因为说动物拳 它是完全的站在动物的角度去思考 但我会比较折中一点 就是我会在想说 很多时候我们活 我们现在人类的社会 有一些既定的事实 就比方说养宠物是一个事实 我不可能跟大家讲说 大家都不要养宠物 养宠物是一个事实 怎么样让大家养宠物的方式 不要去造成太多的伤害 和太多的扑杀 太多的一些动物被虐待的情况 是我会最关注的 我们这部纪录片里面 有一个新的口号 叫做 我觉得它是既领养 我们在2013讲领养不弃养 结扎不放养 我觉得是现在很适合 这个时间点很适合拿出来 大家来讨论看看的事情 比方说很多人会问说 什么叫放养 放养其实就是说 我跟这只狗有一个 我喂它东西吃 然后我跟它也很好 它也喜欢我的关系 但是它可能到处跑跑 它每天有自己的行程 它在外面做了 哪些事情也不管 很基本的一个事情就是 它在外面大小便 其实我是不会去帮它捡的 所以这个养狗的方式 其实非常非常非常地普遍 在台湾 包括在台北市 这样的都会区 我们会觉得 已经很少人放养了 大家出门都上千神 在我家门口的机车行那只小黑 就还是一样到处跑跑照 还有我家附近有一只小黄狗 它在那边我一直以为它是流浪狗 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它有一个家 在哪个地方 都已经经过那么久 可是我一直以为它是流浪狗 所以这个放养的民情 的确在台湾是非常普遍的 我每次都会遇到观众跟我讲说 或者是大家跟问我说 狗狗在那边跑来跑去 不是比较好吗 就是你把它关在家里面 其实比较残忍 我们一直以来 我妈公阿嬷那一代 我爸爸妈妈那一代 都是这样养狗 为什么我们要改变 所以我们这个结渣不放养 第一件事情我想要跟大家沟通 就是说结渣这个观念 这样放养的民情 它是一个事实 它存在 请你帮它结渣 我们就不会造成更多流浪动物问题 第二件事情 我想要在纪录片里面 让大家知道 放养的确会造成某一些问题 哪些 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会讲说 放养一直以来都这样 可是你看台湾不要讲说 我们只要讲50年前好了 50年前我们的人口 是大概900多万 1000万 现在已经2300万了 这个密度增加了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生活空间 变得比较拥挤 包括狗也是 它的跟人之间的冲突会变多 第二件事情 我们的汽车 车辆 在50年前 可能是非常少的 它那个数量的增加 街上的这个车子 马路上的摩托车 这些环境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我们还适合这样 把狗放在外面这样乱跑吗 的确它就发生了很多的车祸 然后很多的受伤 狗不见等等 这个一直以来一直在发生 然后再加上这几年 其实大家越来越有 环境保护的意识 的确流浪狗的数量增多之后 它其实会 也会侵害到 人的开发已经侵害到了 很多野生动物的环境 对 人周边养的狗狗 其实也会去 占到他们生存的空间 所以的确把流浪狗的数量控制 我们应该怎么养养狗 是很希望跟大家沟通的事情 所以小黑基本上 他每天有人喂他 所以他没有这个肚子饿的问题 对 可是他有他的一个自由 那这个自由 包括就是他可以也许在外面 他不回来 他机车行也许也不在意 对不对 我觉得机车行基本上是在意的 他会希望说 我觉得他想要出去走一走 我就让他走一走 可是那个狗是他会自己回来的 会自己回来 所以他还是认家 对 但他的确 他会遭遇到很多不可抗力的意外 比方说小黑前阵子就车祸了 他的脚就一拐一拐一拐的 真的 对 很多人会觉得说 你这样叫不放养是不是 你希望大家都把狗关在家里了 我觉得不是的 而是我希望大家在养狗的时候 你要去想一想 我如何可以照顾到他 同时也增加他生活中的变化 我会希望这个主人 是牵着小黑一起出去的 或者是他可以 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 都把小黑也一起放进来 让小黑也可以有一个很丰富 很变化很多的生活 绝对不是说 我说不放养就是要把狗关起来关着 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除了不放养 其实民众也会吸收到很多 要多为狗狗思考 增加他的生活多变 多样性 这样子的概念 他是不是不同的这些 这些地方的政府 有不同的责任 对于像这样子的一些 不放养 这样子的概念 如果这个电影拍出来 大家看到这个概念 那地方政府 不同的等级的地方政府 他们的责任是不是因此开始 干嘛去思考这件事情 动保机关在处理这件事情 在处理流量动物预期的时候 还有处理民众如何养狗 他们的责任规范的时候 很多时候的确是要因地制宜的 虽然我们的动物保护法 只有一套 对 它有一些很基本 很基本的一些规定 那但是在这个规定以外 其实各个地方政府的政策 是可以有很多变化的 对 比方说比较偏区的地方 很多人的狗 这些民众的狗 它是自来犬 自己来的狗 那这时候自己来的狗 它看到它 它就把它养下来了 可是基本上这些民众 它可能它的经济条件 或者是说它本身住的地方 离受医院就非常远 是 对 那它的经济条件 可能也没有办法负担 这些狗过多的 太多的医疗 它可能没有预期到 养狗会需要花这些钱 那在美国 其实它们怎么处理这个放羊权 然后流浪狗的问题呢 它们在大概四十几年前的时候 开始发展说 它们把不同的狗的税 定的不同 OK 比方说你是有结扎的狗狗 对 你的狗的证兆税会比较少 然后你是如果没有结扎的话 你的狗税要比较多 那再来它也提供了很多免费 或是比较低价的动物的 像是结扎手术的费用 去提供给这些低收入户 或者是你这些狗狗的来源 并不是用买的 而是你可能 它自己来了 你帮忙照顾它 现在我赋予你一个责任 叫做四组责任 你有晶片连上了 然后我免费帮你做结扎 你以后要负责照顾好 管理好这只狗狗 用这种辅导的方式 这个东西 台湾现在也开始在做了 有动保团体开始在推动 有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重视 但是我相信那个力道还不够 所以我们在纪录片里面 我希望可以帮助政府 去推动这样子的事情 对 像这种用税 用钱来制约 这种地方政府这个事情 我真的以前 要不是你刚刚讲 我根本就不知道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这是美国的方法 那我们也会去参考很多 我们最近也在做田野调查 就想要再参考 其他国家的方法 那也许不是每一个 台湾都可以100%的适合 但我们多了解 我们一定可以想出一个 自己的方法 像你这样子的这种 纪录片工作者多不多 非常多 我觉得台湾的纪录片工作者 很多是很关心环境保护议题的 像是 你看其实我们每年都有 像是老鹰想飞 然后还有黑熊森林 最近好像又有一个鸟类的 鸟类的纪录片要上映了 就是有这么多 这么多的纪录片工作者 一直都非常的努力 而像这样子环境议题的纪录片 其实它是很难在票房上 有很好的回收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 一直愿意这么做 其实我们只是在讲 我们身边的同伴动物 狗狗猫咪的其中一部分 但其实台湾还有很多 很棒的纪录片 还有纪录片工作者 今天你想要拍这东西 你非常希望得到人家的赞助 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概念 这也没有办法说 一个人独立完成 少数几个人独立完成 这应该说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问 公权力有没有办法 介入 我觉得公权力是一个 他们应该要做事情的一个单位 因为我们付税 缴税缴这么多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民间在做 我觉得这个不对吧 对不对 这个太不对了吧 就是说2013年要不是12月 真的是我觉得太多人 真的是不知道 像我之前节目开始 之前我跟你聊天 太多人不知道原来处理流浪狗 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而这过程其实是很残忍 而政府是基本上是 你们大家最好都不要知道 我们就慢慢的偷偷在这边做就好了 反正眼不见为尽 对不对 其实媒体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力量 你看12月上映之后 有很多民众他只是不知道而已 他并不是不关心 对 所以如果说 然后再加上台湾有这么多优秀的 纪录片的工作者 然后他们都很关心这个议题 他其实可以给民众很多很棒的 启发和宣导 他的那个效益可能是政府的钱 这样子一个计划一个计划 撒出去之后 还不如的一个效应 媒体的效应其实是这样 所以也许政府如果可以在文化上面 就是影视方面的产业做补助的话 也许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力量 我自己在2009年的时候 看了一部纪录片叫做《血色海湾》 那它其实算是 为什么后来会拍纪录片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它是我的一个开关 因为在这部纪录片之前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 我想接近动物的人 但是看完这部纪录片之后 我发现喜欢动物 想接近动物跟动物保护 是完全两回事 因为我过去 我因为喜欢海豚 所以我一直想要去看海豚表演 去海生馆 我因为喜欢动物 我会很喜欢去动物园 或者是一些 我曾经去过宠物咖啡店 我知道 猫 很多猫 对 就是一些用动物来盈利的一些场合 但是当这部纪录片之后 看完之后我才发现 原来这些海豚 它在水族馆里面 在里面没有办法耗得游泳 然后它也对声音非常敏感 所有水族馆里面 那些观众的尖叫声音乐 原来给它这么大的压力和刺激 原来因为我喜欢动物 而我造成了这些动物的伤害 所以这部片 不知不觉中 对 就是 在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比方说大家去东南亚玩的时候 你会想要骑大象 你一定不是因为害怕大象 所以你想去骑大象 你一定是因为喜欢 所以你想去体验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说 这些大象为了要让你骑沉 它中间训练的过程 其实是很残忍的 我们都因为喜欢和爱 常常去做出了这样子一个事情 所以这部纪录片算是我的一个开关 它让我从一个喜欢动物的人 变成一个 可以愿意站在动物的角度 去思考的人 让我变成一个慢慢 去了解动物保护的人 所以我就发现说 因为纪录片它真的可以影响 可以带给我们这么多的资讯 然后给我们这么多新的观点和启发 那在当时我也想到了 小时候去收容所的这个经验 是 对 所以后来才开始拍摄十二页 那我觉得十二页可能也是一个 类似写色海湾这样子的纪录片 它开启了一些人的开关 对 那以前可能只是喜欢狗 想养狗 对 但是我希望十二页它可以让你 理解自己的责任 对 雪色海湾是奥斯卡的得奖的一个 对 是得奖的一个纪录片嘛 对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影响力多大 它影响到台湾的你 然后你又拍了这个片子 然后你又影响到很多人 甚至说我们觉得说 当我们听到你要拍这个续集的时候 我们说 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找瑞过来 我们要 我们要聊 因为 因为这个很重要 很因为我们希望很多人 开始 知道说 上一部纪录片做的事情还不够 政府到现在为止 基本上他们就是 OK 你们就大家 反正你们有钱 你们有时间 你们就做 我们这个 拿薪水 有些事情 我觉得不该我们做 你们民间要做就做 可我们觉得这不对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一定要找瑞来聊一下 我每次在跟动保处这些地方政府的一些基层动保员聊天 我都非常了解他们的难处 他们有的时候他们的难处是在说 民意 怎么讲呢 大家都爱猫爱狗 可是当你管到我身上说你要怎么养狗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不愿意了 那政府是一个民选出来的机构 他自然会很不希望去得罪民众 所以我们跟民众沟通 其实就是希望政府在施政上面 可以往更有效率的方向 然后更正确的方向 2013年大家看了十二夜 现在瑞他们要继续拍续集 看完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访问 我希望大家心里面思考一下 我们要怎么帮他 谢谢你 瑞 谢谢高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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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深夜看天下这个单元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颜正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近其实大出风头的是911事件 那个时候才真正大出风头的 Ludy Giuliani 他去这一个川普的团队 想要去摆平一些事情 结果好像他一进去就出了很多大的麻烦 就是套取台湾比较习惯的用语 就好像忽然变成猪队友了 而且说老实话 纽纽红队友好 我们回想 80年代的时候那个是多惨的 只要停个电就是打劫 对不对 到了90年代整个纽约翻转 对啊 自然非常的好 大家喜欢去纽约了 是啊 所以Giuliani那个时候 大家的印象就是90年代 整个纽约翻转自然好了 然后到2000年 然后2001年这样的一个911事件 他把这个整个士气还是弄出来 然后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 处理得很好 很可惜是什么 911之后呢 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小布希当总统 所以到04年他进行年任 你也不好挑战他 到了08年他要挑战白宫的时候 他呢觉得说他这一种 这个比较不是那么保守 就是在这个道德的议题上面 比如说同性恋 他可能会没有那么 而且或者堕胎 他不是那么强烈 他就跳过了Iowa 是 就第一个我们讲说 党团会议Caucas的州 然后他也跳过了New Hampshire 那这两个跳过之后 他再到下面再到南卡去的时候 就整个气势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就是很多人觉得说 美国的初选的两个州 不是我的 不适合我 他想跳过 但是你跳过 很可能你就一直起不来了 就利安尼就那一次 没选出来以后 到现在其实蛮沉寂的 直到就是去年 然后2016年 他出来挺川普 那现在大家都喜欢 放他在2016年 这个共和党大会讲的话 他是绩效奥巴马在2004年 讲的美国 说有白人的美国 黑人的美国 他说事实上 美国就是一个合纵国 不是红色的 或者说我们讲说蓝的 Blue state Red state 他说是United States 那碰到这个 这个Giuliani 他想说 他说这到哪里去了 然后忽然又话锋一转 又开始说 这个对这个恐怖分子 对穆斯林 他说你们藏在哪里 我一定会找到你们 感觉上好像有一点点失控 对 那这一次在福斯访问的时候 那福斯还问他说 他忽然就讲出来说 对 他说川普知道 这个有 他的私人律师克恩 有付给风暴女 这个Stormy Daniels 这样子一个遮口费 风口费 他说他知道 那福斯那个 Sean Hannity 还是一个非常跟川普很好 有点诧异 就再问他说 你这样讲川普知道吗 他说我跟他讲过了 所以我们看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今天 Giuliani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大概已经 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 查到很多 那他现在等于要做一个切割 就是说 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情 然后可是呢 他讲的话里头 又给透露出一些 让大家觉得说 果然就是风口费 为什么 他说没有这回事 那川普也否认说 他们没有一夜情 那你为什么要付钱 他说可是 他说这个大人物 常常有时候说话说不清 先帮你风口再说 那而且他说 你先去想想 如果十月中旬 这个他那个 已经好莱坞的那个 tape出来以后 再出来一个这个 对他选情当然不利 话也讲不清 所以必须先去风口 他说这个是 好多名人 都是做这种事情 其实没有什么事 我说那大家都喜欢 去找名人 去先控告一下 然后拿一个风口费 对不对 如果真的没事的话 所以让大家起了很多疑斗 今天找了一个 Giuliani来 好像感觉上 没有帮忙 让川普这样的一个 准备的 他的我们讲说 Legal Defense 他的辩护 更有力 反而变成一个猪队友 对 那特别是 那个风暴女的律师 就讲了最棒的一句话 他说 他说Giuliani 是一个很棒的检察官 是一个很棒的市长 但他现在已经不能在黄金时段登场了 当年当他在911事情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当然他指挥的 就是说指挥落定 把整个的那么大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然后最后包括像在原址 重建 对不对 因为那个事情牵扯到太多 跟纽约市相关的这种 各种政治资源的这种运用 这个不讲 其实我 我觉得那个时候美国人 对他最有印象的事情 是他竟然把时代广场 变成一个观光客 愿意去的地方 这个是 这个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可是在纽约市来讲 那个是多困难的事情 对 就是纽约市你要去想想看 80年代的时候 大家是很紧张 我第一次进纽约 我都觉得很好笑是什么 我们开车 从德州留学生 80年代 就跑到纽约去 结果一进去纽约 大家第一件反应是什么 说赶快锁门 窗门 就是你那个 你就会很怕 那我的朋友住纽约市最好玩 他车停在马路上 路边 他怕人家偷 那个时候很流行 偷音响 车子里有好的音响 他这边 他这个在上面写一个 No stereo 没有音响 结果一看 第二天看车不见了 底下放个牌子 No stereo No car 整个车把你拿走了 生气了 你还 你应该要放点东西 给他偷的 就是以前的治安 真的是很差的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 现在你在纽约晚上走 我觉得都还算不错的了 真的是 就是变成一个是 可以亲近的大城市 而不是让大家觉得说 是罪恶 犯罪率这么高 反而现在变成是 芝加哥犯罪率比较高 我记得他还出了一本书 对不对 那本书其实我后来 因为我自己要摄入 那个政治的时候 我还特别看 写得真好 尤其是在讲到 怎么去处理911的事情 所以我后来觉得说 川普把他找过来 那是不是 就是说好像 可能会有点起色吧 可是我后来看到他 在电视上面发表那些演讲之后 就是说访问的时候 他讲那些话 美国的 美国的talk show 一面倒的在取笑他 对 对不对 不管哪一个台的talk show 不管你是谁 以前比较同情川普的 不喜欢川普的 全部在嘲笑911 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 晚节不保 晚节不保 对 我说他进了川普团队之后 其实我倒觉得 有关于这个道德面的东西 就是他跟Stormy Daniels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通俄门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比较严重 就特别检察官穆勒 只调查通俄门 那我觉得川普就说 No collusion 我们没有密谋 没有什么这些东西 没有问题 对 可是他调查越调查越多 然后甚至调查 川普的私人律师跟俄罗斯之间 包括甚至是 Tax的问题 税的问题 包括他们的一些 交来往的问题 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网搞得很大 最终大家 别的为什么担心这个竞选经费 因为假使今天这个钱 封口费 是用竞选经费挪的 证据 直接证据找到 他虽然转了几次 但是如果找到是直接证据 就非法了 这个时候川普可能就要下台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严肃的问题 他们现在就希望说 一开头说 律师说我自己套腰包 我觉得也很少有这么好的律师了 就十三万美金 差不多四百万 三百九十多万嘛 三百九十万台币 他说川普都不知道 我自己套腰包付 很棒 可是后来又说 川普分了好几次还他 那你要有没有一次一次 这个东西 美国跟台湾不太一样 因为美国人真的很喜欢用支票 所以这个支票 你说有一次一次还 对吧 那就一次一次我看 你是从哪个账户出来的 他兑现 所以川普假使今天 有这样的一个支票 那我觉得是可以 比较说得清楚的 可是现在大概 就是有可能会烧到 这个俄罗斯这一部分 所以川普才对这个 特别检察官这么敏感 那他现在能够做的是什么 就是他希望 这些他的 包括科恩 他未来就是说 你要挺我 万一你被判刑了 我一定帮你们特色 他现在已经先特色 他先特色了一个 最近刚特色一个 小布系时代 也是一个 就是违法的一个官员 那他们就开始 民主党现在很紧张 就要通过一个法律 就是说不能够特色哪些 不能够预先 他等于是打预防针 说你们如果看到了 我已经特色其他的人了 所以你要是挺我下去的话 我有特色权 那这个特色又是 美国宪法里头最讲不清楚的 一个权利 甚至尼克森当年在水门案的时候 还想特色自己 后来当然是福特特色他了 但是这个常常有 照你这样讲 光是美国的法律面的这种攻防 其实到最后 也会影响到 目前现在 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些案子 因为其实 就是说 我们讲说 今年下半年有一个 美国的其中选举 那众议院民主党 大概就会赢 可是他赢了以后 他可以提出弹劾案 因为过半 众议院过半可以提 但是参议院要三分之二 就这个就不容易 所以不管说 共和党能不能维持他的多数 但是要三分之二的民主党 等于是 民主党要再加上 十几位共和党 不容易 但是很多人认为说 弹劾案还让他 放过了他 宁可希望就是说 要看他这样狂有多久 然后希望2020年 他竞选年任 然后被选民给唾弃 有些人是这样子看 但也有些人就希望说 赶快从竞选 违反了竞选经费的法 然后就从这边开始 把他抓到把柄 所以你看美国 他在进行这种 法律攻防的时候 其实常常是跟 他们正在立的这些法 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 是有关系的 好 这个就跟中国流亡 在美国的郭文贵 讲的一样 这些事情让子弹飞 真的 好看 各位 好 我们今天就大致 聊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谢谢